好 本來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明修戰道 暗渡成艙 Part 3 這董義還有司馬興啊 還是弱得這樣呢 根本敵不過韓信的拼命三郎軍團 不到一個月 董義司馬興全投降 張韓只好再跑 韓信就說 張韓是一個很大的禍害 除掉他是不可能的 不行的 不久 真的 張韓就說 很可惜 我不是為了我滿意的君主戰死的 呂馬桶就說 不要說這些傻話了 現在逃命要緊 你自己逃吧 逃不掉的話 投降也可以 我對向羽心灰意農了 說完 拔出配件 自殺了 張韓將軍 張韓將軍 是一個 大刀闊斧的人生 他也壯闊的 結束生命 這個 劉邦啊 就在廢秋城呢 設了宴 宴請各位將軍 這時候 楚國的賢陽已經陷入一片恐慌 分成主戰派 和組合派 主戰派說 西楚霸王 天下無敵 韓信是爬過人家庫當的大將軍 他們不可能答應我們的 組合派的意見是 我們不如先投降 等到西楚霸王來的時候 等到西楚霸王 攻下各位 各城的時候 我們再 復辟 但是 因為 復辟了之後呢 會被 會被 那個 項羽殺掉 主戰派立刻 抓住這一點反駁 立刻 變成主戰派 全副武裝的賢陽啊 呂馬同投降了 呂馬同就說 我願意 為大將軍做一切事情 韓信就說啊 咳 你就帶西楚霸王的筆跡的書 你就 你就去 勸說這個 鹹陽的軍隊 讓你前進吧 好 但是我要怎麼 讓別人看不出來 那是我們 自己的應售呢 歷史奇就說 嗯 不要緊的 我告訴你 這裡有一位先生呢 非常 擅長 非常擅長 這個 磕別人的應售 磕出來的應售啊 連 他自己本人都看不出來 是不是別人的 連 連那個 當事人都不知道 是不是別人的 哪一個是自己哪一個是別人 都不知道喔 這時候呢 這時候呢 好 這個 殺來的 鋁馬同軍啊 帶著軍隊 他就說 西楚霸王的軍隊要來了 這時候 應售就 飛了上去 一聲 甚至 飛了上去之後 這幾個人呢 就想 欸 這一定是西楚霸王派來的使者 我們有救了 等等 西楚霸王的軍隊還在後面 這時候 果然 城土飛揚啊 這時候 大家的熱血沸騰 起來了 但是 這時候 所有的將軍都要 進去 出去看的時候呢 突然 這反應快啊 一朗壓棒棒 組合派的那一個人啊 打得粉 天靈幹 也就是頭盔 打得粉碎 連頭都沒有辦法逃過這一劫 也被打得粉碎 接著 刷 一 狼牙棒 再把這個 主戰派的 首領將軍啊 也打得粉碎 咸陽就這樣被佔領了 這時候呢 張良來了 張良就說 劉邦將軍 我 不是有 有說三個約定嗎 以 啊對了 難道你還要再離開我嗎 對 我告訴你 你的約 我對你的約定是 一 讓你 得到一個曠世奇才 二 讓項羽千都彭城 三 讓天下的諸侯都不聽項羽的話 我要實現第三個願望了 好吧 這張良啊 這張良啊 扮成一個行者 這陸甲 也跟著去 但是呢 這陸甲就想 嗯 河南王 深陽壓著我的母親 我不敢 我不敢這樣子 得罪她 她就趁著 張良睡著的時候 偷偷逃跑到 河南洋深陽那兒去了 張良一醒來啊 就不見了一個 陸甲 她就想 陸甲一定是逃走了 還能有別的嗎 她逃到了 深陽那兒去了 她就 這個張良啊 就說 好吧 那麼我就獨自去 先那個 說服西衛王衛報吧 西衛王衛報啊 有一個 寵臣 他的名字 不清楚 就姑且叫他 西衛國的大夫吧 西衛國的大夫 就說 衛報將軍 不是 西衛王 西衛王 我告訴你喔 張良啊 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 她 一定會把你說服 所以不要被 但是 那我就把她給殺了好了 不行啊 殺了會得罪所有的民事 你不要把她殺了 但是你也不要被她的話說服喔 這西衛王衛報真的會被說服嗎 請見下回分享 再見